大慈大悲就是大智大慧 慈会给你增加智 悲会给你增加慧 仁慈心中不会有恨 悲悯心中不会有怨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不对别人抱太大的希望 你就不会有太多的失望 师父还说 自强自立的生活 自觉自悟的学佛 能够自觉修心的人 是一个悟导之人 能够带领众生一起修心的人 那是一个觉悟的人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 这位同修分享到 好消息 我学心灵法门差两天五个月 咨询了莲花师兄 感恩莲花师兄帮我打了东方台师兄的电话 告诉我可以把我没学佛师宿三年十一个月的善事 跟观世音菩萨妈妈求了念功德宝山神咒一个月 每天二十一遍 念了十三天 奇迹就出现了 因为我是去年十二月份做过乳腺癌手术的 前段时间发现了 我的淋巴结结 肿大的像小鸡蛋那么大 我每天都特别的担心身体还没完全恢复好呢 每天都在痛苦中度过 又来其他病了 我一直按照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许愿念经放生做的 我就试着念了功德宝山神咒 求观世音菩萨妈妈 把我过去没学佛吃素三年十一个月的善事 转化功德 来消除我淋巴结肿大的业障 因为我的经济不太好 我发愿身体完全恢复好了 边工作边放生边广结善缘 边广度有缘众生 结果我今天一摸 都削了一大半了 太神奇了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头发这两年掉得厉害 梳一次头 攒吧攒吧 掉的头发要有好几嘎打 原本茂密的头发明显见梳了 头发一少就显得光秃 人也见老了 以前从没把头发当回事 还巴不得头发少呢 现在可是着急了 长得没有掉得多呀 听师傅录音说 每天针对掉头发 念至少一百零八遍解解咒 祈求菩萨保佑 不再掉头发 我就开始每天功课后 专门为此念一百零八遍解解咒 没想到第三天早上梳头时 第一下梳子非常顺滑地下来了 愣没掉一根头发 这是从来没有的 啊 太神奇了 真的管用啊 整个梳下来 掉的头发屈指可数 太高兴了 现在已经念一个星期了 每天都是很少的几根 我要再巩固巩固 感恩大斯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童修的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最近出现一个怪异现象 汽车遥控器 在没人动的情况下 会自动开关门窗户 车灯还经常自动开关 开车时 整个人迷迷糊糊的 当时也没多想 前几天 带着儿子上班的路上 和回家的路上 几次差一点点 出危险撞车状况 一闪而过 躲过 心里一直默默感恩 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 保佑我化险为夷 去4S店检查 是不是遥控器出问题了 检修人员 把车整个检查一遍 结果车子也没检查出问题 遥控器也好好的 这个奇怪了 我就想想 会不会是平时开车路上 念心经和往生咒 或其他原因招惹了灵性 我就给观世音菩萨妈妈说 请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 如果是灵性 我就把今天念的小房子 送给我某某汽车的药经者 当天晚上就填写好了小房子 小房子真的灵啊 一共送了十张小房子 给汽车的药经者 汽车一下子就正常了 怪异现象也没有了 真的是不可思议呀 真的有灵界的东西存在呀 只是我们凡人肉眼看不到 后果不堪设想 幸亏我学佛有菩萨保佑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保佑 末法时期能够闻到佛法 真的是我们的福报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慈悲鼓励 女儿是混血儿 中文说不利索 但是大悲咒心经都会背 也是菩萨加持的奇迹 每天的功课 我要督促她 母女之间也有过不愉快 我每天盯着她念经 我也很累 后来听师父录音说 让孩子自己跪拜 让菩萨加持她 后来我就改变方法 最近一段时间 每次晚乡 我都让她自己跪在佛台前 给菩萨请安跪拜 并且跪着念大悲咒心经各一遍 希望菩萨加持她 念经更精进 慢慢的 我发现她真的改变很多 做念佛功课 不会哼哼唧唧 并且这段时间早上起来 就开始念经 她会背 但是大悲咒心经 都是捧着经文念 其他小咒 我们在赶车 上学路上完成 同学之间冤结 她自己念姐姐咒化解 她说 真的很有效果 只是 她可以保证 每天基本功课 小房子几乎不念 昨晚上香礼佛后 她就开始念小房子 给自己的药精者 早上 她说自己梦到在天上飞 梦到自己去厕所小便 我听着听着就哭了 我跟女儿说 你问妈妈 菩萨在哪里呀 菩萨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白天说的做的 菩萨都知道 昨天开始 念经给自己还债 早上就梦到自己小便宵夜 孩子 你真的很幸福 好好念经吧 跟大家分享这件法喜之事 感恩菩萨妈妈 慈悲鼓励孩子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 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很多人整天抱怨自己很倒霉 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 为什么他能得到我没有得到啊 台长告诉大家一个预言的小故事 有一个工人向朋友抱怨 他说活是我们干的 受到表扬的却是组长 最后我们所有做的成果 又变成经理的了 这样很不公平 这个朋友微笑的说 哎哎哎哎哎 你看看你的手表好吗 是不是你看手表的时候 你是不是先看短的几个时针啊 然后再看分针啊 可是运转最多的那是秒针啊 你却看也不看他一眼 听得懂吗 秒针工作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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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 做到后来 风针在走 对不对啊 风针走啊 走啊走啊 最后才大的这个时针才走 但是你一看表 总是先看十几点钟啊 多少分啊 会看几秒吗 现在知道了吧 这个告诉你们 感到不公平 说明你还没有付出努力 做前者 抱怨是没有用的 人家做失踪 那是因为人家付出的很多 做太多的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到头来换取生活的一些费用之后 烟消云散 就是秒针 整天的为自己 再做 做了最后全部给别人了 所以很多人就知道为自己 拼命打工啊 挣钱啊 最后全部给人家去挣钱 所以要为众生 所以人忙了半天 都是为别人忙的一辈子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常观照自己的心 是不是如如不动 常观照自己的行 是不是动静易如 常观照言语善恶 是不是口吐莲花 只有常观照自己的思维 行为 语言 才能照见五蕴皆空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